我們今天呢非常開心收到PLADIO的邀約 我們要來幫大家試色他們家的兩個系列的唇膏 這個是魅影狠藥唇藥 然後Mini手上拿的是愛戀符紋潤唇膏 那因為其實這兩個系列呢分別都有六個顏色 所以今天呢會六個顏色全部都全試色 還有分享使用心得 那因為其實這兩個系列的唇膏呢 上唇是完全不同質地的 就是比較自然的潤唇膏 然後這就是顏色非常飽和的唇藥 所以我們特別呢搭配了兩種妝容 就這一款呢會搭配Night Look的妝容 來跟大家分享我們的試色 然後潤唇膏呢就會一個daytime的look來跟大家分享 好那先跟大家介紹一下PLADIO這個牌子 它是一個美國的品牌 然後它就是非常的平價 可是產品都很好用 那最特別的是它產品有非常多原畫 就是色彩也很豐富 而且顯色度也非常的好 那它主打就是說它裡面都沒有還有有害的成分 它都是用一些天然的維他命啊 或是植物成分在裡面 所以使用上它雖然說它的色彩很豐富 你不用擔心說是用一些奇怪的色素在裡面 那接下來呢我們會先幫大家試色潤唇膏的系列 搭配daylook 然後再來呢會是他們家的唇釉搭配nightlook 那試色完之後呢 我們就會跟大家分享這兩個系列的使用心得 然後會推薦大家兩個我們最喜歡的顏色 所以我們會先看到這個感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實際試色之後就非常的驚豔到它的顯色度 雖然說它是非常的juicy 然後很潤 可是它不黏 因為有些是很潤的 你會覺得嘴巴都是感覺好像快要被黏在一起 可是它完全不會有黏膩感 然後也不會感覺說它就是只是上去亮亮的完全沒有顏色 雖然說它很多顏色都是長同一個路線的 可是它每個顏色都看得出區別 對 我覺得是厲害的地方 因為我們一開始也會擔心說我們會不會試這個幾個顏色 看起來在螢幕裡面看起來就像是同一個顏色 因為它是潤唇膏系列 可是完全不會 所以我非常驚豔這個系列 就是如果說你看起來你會以為它只是小時候的那種兒時回憶的一些玩具 它完全不是玩具 它是認真的彩妝品 然後它裡面就是因為它裡面是潤唇膏 所以它其實是有保養的質地 它就是主打可以讓你邊上妝然後邊有保養到你的唇部 因為畢竟它是潤唇膏的質地嘛 所以它其實比較容易掉 你就可以定時的補擦它 就同時就是當成潤唇膏使用 然後它裡面其實有六個顏色嘛 四個顏色就是有顏色 另外兩個就是比較像是有珠光那種金屬感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比較甜美感覺的話 你就可以選有顏色的 如果你想要比較酷酷有個性的話 就可以選另外兩個金屬感的顏色 就是或者也可以疊擦 其實近期都很流行 就是擦那些金屬光澤的唇膏 上在其他唇膏上面就有不同的感覺 好 那我們就分享一下我們裡面六色中 我個人最喜歡兩個顏色 一個是Rosy 它就是一個比較偏紅色的 另外一個是 我也是突破自我的 Browny 就它是一個比較深棕色 可是因為它是潤唇膏 所以上起來之後 不會像那種完全蓋住你唇色那種棕色 就是我比較會害怕的塗色系 這個顏色還蠻推薦的 就是不敢試那種塗色系的女生 我覺得有點像是 My Lip But Better的那個顏色系 對 可是就是再稍微偏咖啡一點的 好 那我這次呢我喜歡的兩個顏色 第一個叫做Berry 像管身看起來是有點偏粉紅色 可是擦在我身上 我覺得它的顏色是比較peachy的 就是非常的自然 就每天上班上課其實都可以擦 好 那第二個我喜歡的顏色叫做Sangria 然後這個顏色呢其實就是 豆沙色乾燥玫瑰色 其實我覺得這個顏色 跟剛剛Mindy的那個顏色很像 就有點塗色系列有點像 可是我覺得這個顏色再偏紅一點點 就是我覺得如果假如你不想要這麼塗的話 你就可以先從這個顏色下手 那接下來這個唇釉呢 其實是他們今年新推出的系列 然後其實它的質地呢是半霧面質地 然後他們這整個系列六個顏色都是 土紅色系 就是今年最流行的土色系列 就是正行的顏色 那其實剛好介紹這個品牌呢 都會添加很多天然的成分 像這個系列就有添加蘆蕙椰子油杏仁油 所以其實剛上唇的時候它的質地非常的特別 就非常非常的滋潤 然後它顏色非常的飽和 是完全可以直接覆蓋你唇色的 就像我剛剛是先上了另外一個顏色 然後稍微沾掉再直接上另外一個顏色 也可以完全覆蓋過去 所以我覺得很厲害 然後其實它剛上唇的時候呢 它的質地是有一種油油亮亮水潤感 非常有光澤 然後經過一段時間呢 它就會慢慢變成半霧面 可是我覺得上起來很像是那個唇膏 融進你嘴唇裡面的感覺 就你的唇會變得有點很juicy 就那個顏色好像很自然就生在你唇上的感覺 就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就是開架的產品可以做到這個質地 然後因為讓我驚豔的是 就是開架唇膏要做到光澤度那麼高 那它的顯色度通常都會比較差 就是你會覺得擦完之後就邊邊有顏色 中間是沒有顏色 很常開架就是會遇到這個情況 可是這個是它的顯色度很好 它的光澤是非常明顯的 那其實它上唇的時候 它顏色上色非常的均勻 因為其實有時候這種唇釉你會覺得 你好像上上去這邊缺一塊這邊缺一塊 你怎麼塗都沒有辦法塗均勻 可是這一款完全不會 所以真的非常推薦 而且你看它的 其實平身我覺得它做得非常有質感耶 就是在開架裡面 就跟剛剛那個潤唇膏是走不同路線的 這就是走的高質感 是因為今年新推出 就是整個系列是變不一樣的感覺嗎 那因為其實它的質地還是 就你現在明嘴 你還是會覺得有一點點唇膏的感覺 所以其實你在喝水的時候 它是會轉映到杯子上面的 可是我覺得它的持久度 應該有到中上 就像你吃油那個東西會掉 它不會像是掉一塊一塊的 就是會顏色變得比較淡這樣子 好那我就先來分享一下 我喜歡兩個顏色 那這兩個顏色都是我們兩個喜歡的 是Internal這個顏色 是個比較帶橘的顏色 然後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個 鮭魚橘之後帶紅一點 就不會那麼淺的鮭魚橘 因為我覺得太淺的顏色 就是會容易 亞洲人的黃色就會被顯現出來 可是這個就完全不會 反而會看起來其實很好 它這個顏色呢 其實如果你就是剛上唇 你清明掉之後 我覺得那個橘色會變得非常非常的自然 想要明顯一點 你就不要把那個顏色沾掉 如果假如你想要自然 你就可以先用衛生紙輕沾一層 就會變成一個非常自然的顏色 好 那另外一個我個人喜歡的顏色 是Déja Vu 然後這個顏色 它其實就是我現在要擦這個顏色 它其實比較帶紫紅色一點 然後我就是覺得 如果你是冷色系的女生 通常會滿適合紫紅色的 就是擦起來會讓你皮膚看起來變白 然後整個人氣質度整個提升 然後就是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然後我也覺得它上起來非常的飽和 其實這個顏色 我覺得擦在唇上真的很有質感 就是有專櫃的感覺 可是這個顏色 就是我自己就沒有辦法擦 可是我覺得可以去參加 就是哈利王子跟美根的婚禮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這個顏色真的還滿美 可是我就建議 真的像明妮說 就冷色調的女生可能比較適合 可是如果你是皮膚偏黃的呢 你們就可以跟我一樣 選了這個Everlasting 03號 這個顏色就比較偏 磚紅色 比較偏土色一點 就是我現在唇上的這個顏色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顏色有點像 一個是偏咖啡色 一個是偏紫色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顏色 都是非常有質感的 就可以一起去那個 就已經結束了 如果沒有去的話 就可以擦這樣的顏色 誰會知道 是這麼評價的牌子的唇膏 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們之前還沒有合作的時候 我們兩個真的不太認識這個品牌 可是我們就是試用完之後 我們真的覺得非常的驚艷 因為其實這個品牌 是目前只有寶牙才買的 但他們兩個是小區的忠實顧客 所以我們比較少去寶牙 所以我們正是試用到這個系列之後 我們就很想嘗試他們家其他的產品 因為覺得真的非常的驚艷 好 那今天很開心 又跟大家分享了一個 新發現的愛牌 然後我們會持續幫大家 發掘更多好用的品牌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 然後把小鈴鐺打開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這支影片 A dates